我们还有一位线上的朋友叫做ISIS 他说在巨大的压力下 人往往能迸发出不可思议的潜能 很多不得不成为了我们发现自己的一个方法 我想问的是人真的是被逼出来的吗 有没有其他方法来发掘潜能 发掘潜能好像也是一种突破自我的一种方式 但他是不是被逼无奈 突然发现了自己有一种 可能以前没有发现的一种能力 我想被逼一定是个特别正常的驱动力 但是我要问后问一句 他为啥被逼呢 当然可能有人说这个人性格就是被逼 那我也周边很多朋友 我觉得从来没有被逼 是自己在寻觅 当一个事情我在讲 一个是主动性进取 还是被动性的东西 这两个可能都在往前走 可是差异会很大 对吧 很上心的人出了门 他都会要看看左边右边的东西 就跟他如果业务很关 他都很关心观察 对吧 就像我们公司里头有些小伙子很优秀的 那比如举例讲 他在机场上 他坐着等飞机雾点的时候 他都会观察几个 完了就讲 回来讲说 李总啊 那几个人一定上市公司的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他们在 他背着包拿出东西的时候 我就旁边走了一下 我觉得他很上心 因为这跟他业务很有关系 结果落地之后 到了那个起方 一进门 他马上讲说 您是不是跟我坐一个飞机回来的 第二天 那老主说 是啊 从无中意上讲 说话距离就一下进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在你后头 我看到 哎呦 我们一块回来 你发觉很有意思 这些小现象 这就是个很主动的一个人 谁没逼得去 那我觉得这种人 你反过来讲 是不是就是他的可能的 在这个行业的成功性就高了 就很可能的 其实主动这种行为 往往造就一些突破的 那我就刚才就 刚才因为所有的问题说过来 那就要总比被逼 可能效果更好 是你自己要 好 谢谢李总 还有一位朋友 叫做 他说我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 很多时候都容易陷入自己的思维当中 包括和大家讨论时 经常会固守自己的想法 可是事后再想想 又觉得自己想法确实不好 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呢 就这种固执的人啊 往往是 缺少这种资讯和勇气 但是他又特别固执成规 特别愿意坚持自己的观点 但其实他有人说的不一定是对的 固执这个东西啊 有性格的问题 也有他 也有他很自我的东西 因为滴滴去固执里头 有人是老到最后悔 但也有人这个固执 还真是因为老 他老说对了 他就增固执起来了 那这个因素很多了 我觉得固执是这样 我也不是专门学 这个社会心理学的这么一个人 我觉得有的人是 受过几次很大的打击之后 他在开始在提醒自己凡事 还有的时候呢 是随着年龄大了 他看的东西很多了 就包括现在我们也是 就是看到东西很多了 外国的雇员 国内的雇员 机关的干部 这个过去的这个 上了大学退学 跑去创业的朋友很多 很多时候 我现在看了很多以后 你会发觉 在淡化着你的固执 也可能是一种知识 也可能是我在觉得 也可能是一种年龄的惰性 我自己现在也在反思自己 因为有些时候 我在往后退半步了 隔了以前 蹦就出去了 隔了以前 好像往往有时候 我会退半步了 所以这里头可能有经验 也有可能 比如说生理上的惰性 有 那么比方向 以前可以精神好的时候 一两个星期 每个星期里头 可能会有一到两个晚上 我是不睡觉的 最近我又有已经保持几个星期 有两个晚上不睡觉 那看着我觉得还是累了 以前我不用 以前我就是 在比如说路上的时候 比如说车里头很快 二十分钟一睡 就马上精神就回来了 就是它是一种 我喜欢 你说我一定就是 要干嘛 我喜欢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都不行了 还有哪本书要看看 这有时候也是个个人性情问题